有一个particle 然后它在一条直线 它的displacement呢 它给你这个s等于t3-3t加1 然后它assume positive是向right Express the velocity and acceleration in terms of t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要知道我的v是dx dt 所以你就differentiate它 3t2-3 然后我的a是dvdt 然后它就变成6t 然后b describe the motion when t等于0跟t等于2 so它要的是motion的话呢 我们看的其实是velocity so我的velocity当t等于0的时候 我放进去它是-3 然后我的velocity它是positive的话呢 它就是向前 我的velocity是negative的话 它就是向后 或者是它是向right 然后这个是向left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一开始t等于0的时候呢 它是to the left 然后过后呢 你再放t等于2进去 它拿到9 所以9是positive 所以它就是向right ok 然后 哦 它连aceleration也去算 所以它把0放进去的时候 a等于0 然后它把那个2放进去的时候 它就12 so acceleration是12 ok so它这边它没有去算这个a等于6乘0 等于0 然后a等于6乘2 然后等于12 ok 好 find the time interval particle change its direction so change in direction的时候呢 就是说它的那个v等于0 所以我的这个3t square 减3等于0 所以我的3t square 减3等于0 然后我就有t square 减1等于0 然后我就有那一个t加1t减1等于0 然后我的t等于1-1 t等于1 然后这个我rejected 所以它在第一秒的时候 它换它的direction ok 呃 Change in direction Change in direction 所以它一开始的时候是negative ok 所以它Change direction的时候就是它 的 它换方向就变成positive 所以题目这一边它是放大过0 所以它就是 大过0的话呢 它其实不应该是用这样的一种写法的 如果它要用大过0的话呢 我们应该是来到这一个环节的时候 它其实是变成t加1 然后t减1 大过0 然后过后呢 它的root是减1跟1 然后大过0是这两边 所以我的t小过减1 然后t大过1 ok 好了 它省略掉这个步骤了 所以它拿t大过1 然后我的这个rejected 因为我的那个t 是大过0的 ok ok 我的time是大过0的 所以它在这一边的时候 它一开始的时候它是negative 一开始的时候它的velocity是negative 所以它一开始的时候是向后 然后所以我们change direction的时候呢 它initial呢 是那个v 会是等于negative value 所以它change direction的时候呢 direction的时候呢 我的v 会是等于positive 所以我的v 会大过0 所以它在这一边 它用v大过0 这样就是它的这个3t2-3 大过0 ok 然后 所以我们 我 我一开始的时候是它什么时候 换方向 它第一秒的时候换方向 ok 然后大过1的时候呢 它就会是 呃 就是它一直都是换方向的 就是去另一个方向了 所以t大过1 ok 好 好 好 我们 感谢观看